進去 陳律師,你律師到了 你也挺準時的,請坐 師傅說過的,說九點鐘準時機 總之早一秒遲一秒,也不行 你做人的風格 跟你打官司的風格一模一樣 明明可以拿A+, 但你總是拿A-就算了 那半分力,無論如何都不肯出賣 A+,和A-也算是A,不要緊 最起碼要對得起自己 以後最重要是對得起我 是的,師傅 我這裡有個個案 我要你給我拿個A+,回來 不要給A-,我就算了 知道,師傅 師傅開到口語A+,我不會留意 不過,這次案子有沒有人追求 有啊… 既然你來我,我想你幫幫他 他的天赤能摑倒 但就是卻佛一點經驗 不過很快就可以上手,不能幫你 好的,他在哪裡? 就說就倒 好 Morris,李明陽,Eugen,沈月勤 你好 不認得?我的女兒是你嗎? 當然,Eugen 女大十八變,我的天 就是了,你方非幫我補習 你沒理由不記得 對不起 對了,未來有多多指甲 她現在已經有律師了 律師? 是呀 你之前不是問我拿卡片嗎? 現在有了 你們碰過頭來嗎? 不 你帶Morris出去走走 跟她看看寫著樓的情況 好,李律師,跟著我 乾杯 不好意思 整個律師樓的結構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裡是我的房間,你的房間在這裡 我都離開了那幾年 會不會師父熱做越大? 早安,兩位手律師 早安,Katerine 好,替你介紹一下 Katerine,我們兩個共養的秘書 這位就是李明洋律師 叫我Morris,可以嗎? Morris,你的房間我替你整理好了 你還有什麼需要幫忙? 暫時沒有,麻煩你 有 有,幫李明洋律師引卡片 有這麼快就這麼快 沒問題…200張夠不夠嗎? 對 不夠,起碼1000張吧 你律師搭乘升降機200張就排隊了 好… 你看到大廈 好 我平時這人很友善 你喜歡開玩笑,沒所謂 但一提到工作,我是非常認真的 是嗎?這麼巧?我也是 好 好,Eugine,你的學校在哪裡得來的? Oxford Law School,First Honor畢業 好,那你學校之後跟過什麼師傅? London的Martin McCall 律師樓的Martin McCall Martin? 皇家御用大狀嗎? 我跟了他一年,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爸爸也說我很幸運 可以跟到英國最好的大狀 全英國最好? 好,可能,但全香港就未必 你跟了Martin一年 他有沒有跟你說過三年前 他在香港幫過信哲集團 打過一宗商業糾紛的案件? 三年前也有的,我記得了 他說本來是一宗很簡單的案件 後來… 不過他也說他輸得心服後服 他有沒有跟你說 他當時的對手…是誰? 是誰? 對 好,故事已經結束了,現在正式做事 剛才師傅跟我說過 你的案件正式由我負責任務 所以我麻煩你想過,想過,做過 查過任何的資料給我一份複製 這個應該不會太難追求,對吧? 沒問題 為什麼你要找Morris處理這案件? 不 因為我覺得他不是一個適合的人選 好,他打官司有一定的天分 但是你不覺得他的人很有問題嗎? 只看這次他被追溯這件事 我已經開始懷疑他的個人操守了 姚戰,Morris在這行名堂響響響響的時候 你還在讀 那…依錢還依錢嘛 但我現在也是一個專業的律師 還有宋家這案件我從頭跟到下眉 所有事我都很清楚 我不覺得我會比他差 學過打拳,不代表你可以在台上 K.O.對手 爸爸,你懷疑我的能力? 有能力也不需要自己下手下腳 最重要是知人善用 Morris雖然他自視很高 但是也是一個難得的人才 如果他不是被人追債,追到賣場 他也不會答應幫我 他也不會被人追債,所以你有十足的把握 他真的贏得這案件? 做事哪有十足的把握 像我一樣,我認識了富哥這麼久 一直都跟他的集團搞法律事務 但是小想不到 他最後立為足的時候 找的人居然不是我 而是盧森寶 其實我也很驚訝 我真的想不到宋伯伯給我這麼安排 其實我找Morris頂你這個位置 就是怕這案件發展下去 會影響你和Gilbert的關係 爸爸,我說過很多次了 就算我幫宋家打這宗官司 也不會影響我和Gilbert之間的關係 你想想一層你就會明白了 萬一這案件告上法庭 你作為宋家的代表律師 你就會盤問宋家的人 甚至問到他們一些私隱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不是那麼好 所以如果我只是做助手的話 那就可以避免你們的尷尬,是嗎? 現在最重要的是宋太太 已經當了你是半個自己人 我不想你掉下來 只是做服務宋家的律師 你掉下來了 究竟我爸爸的遺囑要搞到什麼時候? 你簽了一個盧心寶幾個份 他把帖子發給我家 然後叫我填滿了 究竟有什麼不是爸爸留給我們? 坐下吧,我們現在正在處理 你知道嗎? 雖然世伯的遺囑 是沒有觸犯遺產分配機制 但只要有任何家屬 認為遺產分配不公 我們就可以提出述眾 那我們還等什麼? 就是上訣端解決吧 你和Uncle都是律師嘛 媽媽,能上訣端就不能輸 一定要找一個最頂級的律師去打 你的律師來了 伯父,你說最頂級的律師就是他… Morris… Morris Lee 伯父,他腳弄我 對,打官司是用腦子,不是用腳的 我管理你用腦子還是用腳 最重要是幫我處理這個案子 不然每個月只有三十萬 卻逼得我賣掉家裡的古董 我看過努心寶內得我什麼行 內裡有什麼行 看來是你自己玩死自己 什麼? 根據宋傳父先生的遺囑 你們宋家上下所有人住在那間屋 你們只是有使用權,而是沒有擁有權 即是全屋家屍、雜物 包括一口釘,甚至一條橡筋 都不可以帶走,一定要維持現狀 如果不是的話 你們犯了遺囑認證 求遺產管理條例,第六十條J 是必須負上刑事責任的 還有剛才你的說話 如果法庭上說的 就算有多厲害的律師 也幫不了你 Jean Eugen 麻煩和宋先生講解一下 我們現在的進度 你現在看TVB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吧 我們下次見 現在訂閱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 不用了